你好,我是华木,你可以叫我Spring 专题分析之后,往往会有很多落地像 在落地像的基础之上,很多时候要进行AB测试 那今天我就来讲一下AB测试 本课时内容分为三部分 AB测试介绍,AB测试注意事项,AB测试案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AB测试的介绍 我这里直接用百度百科的定义 然后在官方定义的基础之上阐述说明,如下所示 AB测试是为Web和App界面或流程制作两个或多个版本 在同一时间维度,分别让组成成分相同的访客群组 随机的访问这些版本 收集各群组的用户体验数据和业务数据 最后分析评估出最好版本,正式采用 那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组成成分相同的访客 也就是说,用户群一定要一样 这个是在做AB测试的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比如,A组的用户明显要活跃于B组的用户 那最后肯定A的数据要比B好 第二个是同一时间 AB测试对比的时候一定是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对比 否则就没有意义 因为在时间因素上,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一定要是同一个时间段 我后面会举一个日常大家容易犯错的例子 第三个就是用户体验数据和业务数据 在做AB测试的时候,都要提前搭建好AB测试的整套指标体系 这个指标体系肯定是业务数据分析师去跟进 这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实际上AB测试时通常会有几个版本 然后每一个版本只有一个变量的变动 然后在变量变动基础之上 在同一时间,然后让一些用户流入进来 然后看各个用户最后的体验数据或者业务数据 然后再看哪个版本比较好 AB测试的整体流程一般是分为以下几步 第一步,根据数据分析得到某建议项 很多算法同学每天也做大量的AB测试 但效果往往都不太好 很多时候,算法同学都是在凭感觉在调仓 不是说不对啊 只不过不是特别精准 最好是根据数据分析得到某建议项 第二步,有了建议项之后 产品经理直接就落地了吗 并没有 落地一般要通过AB测试 第三步,根据某落地项 研发和设计人员进行开发设计 往往是先设计再丢到AB测试平台里面跑数据 第四步,研发人员数据采集 这一步现在基本都是自动采集数据 所以一般就不用管 第五步,分析师跟进AB测试效果 当显著性在95%以上 并且维持了一段时间,那实验就可以结束了 整体节奏要按照灰度5%,10%,20%,50%,100%来控制 灰度是什么意思呢? 通俗来讲就是小版本 比如我们是一个千万量级的APP 灰度代表5-10万这样一个水平 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节奏呢? 我解释一下 比如当你发现某一个优化项好像还可以 然后你直接对版本进行优化 万一这个版本改过之后数据不太好 比如说降低了20%的用户回度 这时候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做AB测试的时候 一定是先灰度,采用一小部分用户 当我们灰度测试效果还不错的时候 我们再放量 比如说放到5% 当50%也不错的时候 再放到100% 总之一定要控制节奏 目前AB测试业界都是一套AB测试平台 大公司可能会自己研发 小公司自己购买即可 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两种AB测试类型 第一种UI界面型 以墨迹天气APP为例 如图所示 这里放了一个小儿 那以小儿为例 在产品设计之初 要不要增加一个小人 那只是一个想法 而这个必须要经过AB测试 才能决定要不要实现 因此 A版本没有小人 B版本有小人 结果是B版本的数据 比A版本要好 所以最终都有小人 这里面提示一点 所有的设计师都要有AB测试的思想 才能更棒 王猫你认为好看或者好用 都不是很靠谱 第二种算法策略性 针对用户的内容推荐 以小红书APP为例 当新用户下载完小红书 然后进行注册之后 就会发现 有一个新区域 需要用户选择感兴趣的内容 如下都所示 当用户选择完感兴趣的内容之后 小红书会用自身的算法 给用户在手评做推荐 这个时候也是很讲究的哈 比如A策略 就是百分之百的兴趣预选 你选什么 我在手评 我就给你推什么 而B策略 就是你选什么 我推的百分之八十的内容 是兴趣预选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 是我随机分发 或者推荐一些热点的内容 这两种策略很不一样 那么到底是A策略好 还是B策略好呢 A,B策略之后 比如说B策略要明显好于A策略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针对新用户 先试用B策略 实际上 对于任何一款个性化内容的APP 给用户的推荐 都涉及到大量的算法策略型 A,B策略 这里不一定就只是A,B两个策略 很可能还有个C策略 还有一点 A,B两组的样本都要在十万以上 才可以初步看数据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实际工作当中的问题 在严格模式下 所有的专题报告落地下 都要靠A,B测试展开 然而分析师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 举个例子 两个月前 产品上线了短视频功能 两个月后 大盘略涨 短视频和非短视频的数据增加也明显 现在 短视频业务方希望分析师能够量化出 大盘的上涨 是否主要是因为短视频带来的 实际上这种问题非常头疼 因为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 往往一些分析师的思路就是选同一批用户 然后对比这一批用户在使用短视频前后的数据 那么实际上就违背了我们前面的原则 同一时间 真正的A,B测试一定是同一个时间维度 你这里既有前又有后 时间因素上说不过去 所以针对这种问题 实际上确实只能靠A,B测试解决 但在当你准备上线短视频功能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做A,B测试 而不是说等数据表现很好的时候 那你才想起来这件事 这就太迟了 站在数据分析师的角度去看 A,B测试时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 第一 A,B两个组是否真的相同 虽然研发负责搭建 但分析师要知道大概原理 第二 策略是否生效 研发说进行了A,B测试 但分析师要去抽样看 第三 A,B测试评估指标体系 要在A,B测试之前 就与研发沟通好 看哪些综合性指标 第四 多观察几天数据 往往前几天数据可能有点问题 一般三天后 数据才可正式使用 第五 A,B测试的存档规划 所有A,B都要文档化 方便后续找增长点 下面我们逐一来看 第一个 A,B两个组是否真的相同 只存在一个变量呢 如下所示 其中 A,B,C是可以做A,B测试的 但是D不行 一定要确保只有一个变量 然后通过最终数据 来看这个变量 是正向还是负向效应 那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 研发可能会说 只有一个变量 但还真不一定 所以分析师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可以把A,B两个组的 原始日制当中的分组标志 抽出来 看下有无问题 由于每周都会有 大量的A,B测试 所以一定要保证 A,B两个组 只有一个变量不同 那工作当中常见这种现象 产品经理 根据分析师的专题报告 落地向X 然后进行某个A,B测试 研发也进行了A,B测试 最后发现 效果不明显 此时所有人都觉得 X优化效 没用 也就没有多去做更多尝试 这个时候 分析师一定要去对 A,B组进行抽样 看B组的用户 是否真的上线了XU化 验证策略是否生效 A,B测试系统 本身就很复杂 出问题是非常正常的 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很了解 内部详细原理 但是要知道 有没有明显问题 我们再来谈一下 A,B测试 评估指标体系 在A,B测试之前 就要考虑好 最终要用哪些指标 来评估效果 最好是能设计出一套 综合性的指标体系 后续做实验 直接看报表数据即可 不用每次单独见表 比如我们可以是这种格式 如下图所示 报表格式包含实验策略 用户数 时间周期 次流 时长 点击率 等等这样一些因素 这样以后就很方便 一般而言 前三天都是处于一个实验阶段 数据往往参考价值不大 而第四到十天 数据相对比较稳定 可以当作测试结论 以上述图表为例 我们就可以看出 在前三天 实验组的数据与对照组 相比还差一点 或者说 就是处于一个波动状态 而在7月4号到7月7号之后 实验组的数据 明显要好于对照组的数据 所以呢 一定要多观察几天数据 很多人做AB测试 发现前面三天数据不好 后面就不看了 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一个落地项 又好不容易推动各方资源 去做了一个AB测试 之后你看的时候就很马虎 这就很不应该 所以呢 要多观察几天数据 一般是4到10天 一周左右的时间即可 我们再来看一下AB测试存档 分析师要定期复盘 做了哪些AB测试 以及它的预期效果和实际效果 这就是落地项的闭环 为什么这一页 我要单独拿出来呢 是因为分析师在数值报告的时候 又或者是跟业务方 同步最近做了哪些事 比较有意义的时候 分析师就要把AB测试的效果讲出来 这里面就建议采用5WH方法来管理AB测试 如下读则是 比如AB测试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要测试 测试时间周期是什么时候 测试负责人是谁 预期效果怎么样 实际效果又是怎么样 如果实际效果不好 甚至可能还要写出大概是什么原因 文档是数据分析师日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一定要标准化 课语泛化 你可以写得非常详细 非常易懂 这样业务方每问你一次 你直接丢它一个链接即可 我们来看一下Netflix的一个案例 Netflix在2013年做过一个实验 用来研究不同的海报风格 对观看者数量的影响 当时他们就以The Short Game电影为例 设计了三个封面 录下都所示 后来发现 第二张图的受众观众 要比第一张图高14% 当有这个结论的时候 他们就很兴奋 后来他们就开发了一套AB测试系统 能够自动将具有相同背景 包括你的长度 宽度 剪辑 装饰 标题等等这样一些元素的图像 组合在一起 拼成一幅海报 然后分别测试用户对每张海报的点击转化率 和后续行为 像《迅龙高手》这部电影 他们发现 用户很喜欢第二张图和第三张图的封面 而对于《我本坚强》每句发现 如下都做事 当用户有面部表情 比如最后有一张比较好的面部表情的时候 用户也是非常喜欢的 在这期海报实验的基础之上 他们总结出以下论点 出现面部表情 更容易引人入胜 使用反派形象 更容易点击 海报人数不要超过三人 同一个海报 在不同国家的偏好 完全不一样 我们再看一些其他案例 第一个例子 莫及天气 如下都所示 大家会看到 右上角是一个分享按钮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按钮的时候 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大部分按钮是小三角形 少了一条边的那种形状 而莫及天气 它竟然是这样一个标志 它最后采用的 一定是AB测试后的一个效果 这个确实要比那种形状要好 第二个例子 滴滴 如下都所示 当你打开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头像那里实际上是有一个 小汽车的图片 他们肯定也是做了 同样的AB测试 通过测试得出 有图片的用户体验 确实要比没图片的好 第三个例子 今日头条里面的广告位 录下都所示 这种广告位 放在第几位效果会比较好呢 这里是放在第四位 其实这种也是通过AB测试得来的 理论上肯定是越往前越好 但是你这个时候越往前 可能用户的体验感越差 这些案例 实际上都是商业化和用户体验的平衡 拿不准的时候 就要去做AB测试 而不是说靠感觉 最后就是我的一些思考 AB测试会涉及到三方 设计师 产品经理 数据分析师 对于设计师来说 设计师一定要跳出传统的设计思维 在这个基础之上 要多去看一些 AB测试增长黑客的书 在做设计的时候 你要把所设计的任何细节 跟最终的AB测试挂钩 然后看功能效果 设计师本身并不是设计完就不管了 那你自己也要去看数据 这样无论是在效率上 还是效果上 都会有很好的提升 对于产品经理来说 光评直觉是不靠谱的 AB测试的闭环 能够让我们去更好的理解用户 同时要通过AB测试 总结出用户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策略和界面 然后让AB测试 自身完成自我迭代 对于数据分析师来说 大多数改动都不会带来大幅效果的提升 AB测试的效果往往都是略好 所以要持续迭代 如果某一个AB测试 它的实验效果非常好 比如说实验组比对照组 它的CTR提升了30% 这个时候分析师就要非常小心了 是不是实验本身有问题 分析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同时专题分析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一定要越来越深入 当你通过AB测试得出了一些结论 这表示你已经越来越了解用户 越来越了解产品 那么当你再做专题分析的时候 它的质量就越来越高了 最后请你举出一个你身边的AB测试例子 可以是你参与过的 又或者是你听同事说的 说出你的感受和疑问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讨论 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到这里了 欢迎你关注我本人的公众号 微信搜索数据分析学习之道 之后会定期更新 原创高质量的数据分析文章 我们下节课见